歡迎大家來到今晚的音樂會 其實今晚的音樂會是很特別的 你可以當它不是音樂會 因為我們叫做卷然樂的假期 其實我們樂隊是放假的 為什麼放假不坐在台上玩呢 其實平時你見到樂隊在台上是正耕偽作 玩些很嚴肅、很高雅的作品 大家的觀眾都知道都不少坐在那裡 很靜心欣賞 但是樂隊放假在家裡他們會玩什麼歌呢 他們會玩一些有趣的歌 好像你們平時的小朋友 在學校很正經讀書 回到家裡當然會有些遊戲 玩一下電腦遊戲 玩一下其他遊戲、打一下球 樂隊都是這樣的 不過他們玩都會跟音樂有關 所以玩一些很有趣的歌 或者是旋律性比較漂亮的 那些我們叫小品 通常你們很少有機會聽到你們這樣玩 因為是放假才玩的 所以今晚我們故意與眾同樂 就和你們一起放假了 所以今晚這個 其實你可以當作一個聚會 或者當作一個party 就是和觀眾一起分享一下 他們樂團 平時放假在家裡 玩那些很特別、很有趣的歌 比如剛才你們聽到的那首 叫做切斌拍的時鐘 你平時呢 雖然用了電子鐘那些 但是你經過有些賣鐘錶的店 你都會看到仍然有一些 在那裡極確極確的鐘 是吧 但是它會很準的 不過這個鐘呢 就是趣怪些了 它又不會這麼正經的 極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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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個鐘呢 你會發覺 原來沒有壞的 不過是鑽皮一點的 但是玩到最後呢 可能玩得多了 結果都好像散了那樣 那麼呢 上半場呢 我們就叫做 是音樂中的幽默 就是說每首歌呢 都會有些很有趣的地方 是你平時呢 聽音樂呢 就是不會這麼 開玩笑的 所以是首首歌都開玩笑的 那麼前面三首歌呢 你會發覺 敲擊樂的團員呢 就會是給你聽一下呢 咦 音樂 原來可以這麼玩的 那麼剛才那個呢 其實都正經了的了 跟著他們用什麼來演奏呢 你都想不到了 我先看一下 是吧 他們正在走出來了 你平時在音樂會上面呢 都沒理由會見到這些東西的 我說聽一下是什麼來的 給大家看一下 沙子 咦 沙子怎樣演奏音樂呢 還要獨奏 三個三重奏 我們樂隊伴奏 聽一下他們是不是有東西玩的 其實他們會分開 高中低音的沙子 就是高音沙子 中音沙子 低音沙子 還有有音色變化 不要以為只是癡癡癡 好 看看他們夠不夠聰明 用沙子來演奏 我這樣請客 谢谢大家